現在已經是晚上八點四十五分了 這也是我們的東歐之旅吃飯店的最後一夜了 我們現在正在用晚餐 晚餐吃完了現在在吃甜點跟水果 荔利亞海的夜色還是好美喔 特別是月光因為快要滿月了 我們回去應該就是中元節了 看一下那個月光美化的時間 剛剛月亮還沒有升那麼高的時候啊 它是整個在海面上就是有一條 一整條的青灰 你看一下遠方 你看還有餐廳在彈奏著音樂 非常的浪漫 然後這是杜布尼克 杜布尼克 唉真不想回家 為什麼快樂的日子 永遠那麼短暫呢 好美的月光啊 很少看到那麼圓的月亮耶 真的很漂亮 你看這青灰太美了 這是Rixels的餐廳 來說幾句話吧 好浪漫喔 坐在這邊吃晚餐喔 還可以聽音樂 還有欣賞美麗的月光 還有漂亮的夜景 還有美味的食物 牛肉湯香精力湯對不對 好喝喔 讓我想到台灣的牛肉麵 欸它裡面有多加了麵喔 剛剛 還有加麵條 對 可是我們有撈很多 你看一下有沒有 一根 旁邊為什麼有可樂 因為今天去爬 黑山共和國的澳連山 我的碉堡很熱很累 買了一罐可樂 我一口氣喝得像這樣 非常有成就感 但是有點可惜 因為我供到頂 不會啦 我有機會還可以趕 多少人這輩子 沒有機會來這個國家 我一定要供 更何況還是要供頂 我爬上去不錯喔 爬到那個阿 聖約和碉堡已經很好了 快不行 開心嗎 我們的最後一夜喔 對阿 要回家啦 明天就要回家 唉 明天就要回家 怎麼快樂的日子 都那麼短暫啊 唉 晚安 多佛尼克 晚安